字幕提供 喂!大家好!我是Q摸 Q摸今天要來跟大家談 就是關於有一些朋友 當然啦!我們不要說靠北啦 就是在討論毒蛇的蛋甲 好! Q摸就給他生出來了 好不好! Q摸這次一致買了兩個蛋甲 那我們既然買了蛋甲呢 當然Q摸會做所謂的大部分解 跟他最主要的對照物 也就是所謂的GMP的蛋甲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右手邊這一顆是毒蛇viper的蛋甲 然後我的左手邊這顆是GMP的蛋甲 在下一期Q摸會專門做這兩個蛋甲的比較跟細部 跟大家討論為什麼會有這個價格 非常詳細的猜給大家 一樣一樣來講 那今天的Q摸就先來簡單來論 什麼是毒蛇蛋甲 VIPR Viper的蛋甲 VIPR蛋甲 大家可以看到盒子在這裡 過直白了吧 什麼是之前毒蛇的蛋甲 有很多人都說 毒蛇之前的蛋甲 什麼1200啊1800 Q摸每一代都買過 看Q摸手上這一堆蛋甲 這邊全部都是之前的鐵甲綠甲 它這個是所謂的EB蛋甲 大家看一下啦 EB蛋甲 這邊看得到 Q摸也給大家一張圖 EB蛋甲 其實EB蛋甲呢 它並不是屬於毒蛇的蛋甲 它是跟毒蛇合作下去做蛋甲 如果大家你在網路上可以查EB 控格蛋甲 你甚至可以查到它之前 有做一些屬於外銷的蛋甲 那後來呢它才跟毒蛇他們合作呢 還做出所謂的EB蛋甲 而EB蛋甲呢它有上這些歷史 從EB的一代它的填中口是在下方 二代的時候呢它的填在後方 但是呢它的內膽並沒有變化 那它上面也是材質沒有變化 一直進化到目前的所謂的鋁夾 大家可以看到Q摸手上這個鋁夾 一樣從側邊進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的內膽 它裡面的內膽是用鋁挖出內膽來 並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上彈一些部件呢 它是做金屬的 這一堆啦 就叫EB蛋甲 EB蛋甲呢 鋁夾是最貴的1800塊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價錢 反正Facebook如果砍我就砍我好不好 你就能看就看 要不要去YouTube看好不好 EB蛋甲1800 早期1200 它的CO2蛋甲呢 到目前為止呢也是1900 如果沒記錯的話 記錯請大家不要太在意 所以這是EB蛋甲 而到了毒蛇呢 它的塑膠是2300 再下一次呢 Q摸會跟大家聊 它的不管是材質也好 跟GMP等等 哪裡不一樣 我會跟大家很詳細的聊 還有一點 必須Q摸來澄清一下 很多人都說 毒蛇夾是塑膠夾 NO 毒蛇塑膠夾目前就只有一夾 叫做G塊 大家看我什麼 這個GHK的G塊 這個真的就塑膠 這個真的就塑膠 聽起來聲音有沒有聽到這塑膠 這叫毒蛇的毒蛇夾 VIPER的毒蛇夾 它是 上面我昨天已經刻過一次了 好不好 上面 中間 下面 它總共分三個部件 全部的部件 都是用助理方式來做的 什麼意思 今天模具在這邊 它上面灌 高壓灌入它的鋁原料之後 整個射出出來的 所以才會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查 在這邊近距離刮給大家看 有Q了啦 我們就要有毛 來啦 喔 欸 哈哈 我的彈夾 我跟你講 這個一定是ALUMI 好不好 塑膠 塑膠 塑膠起來不會銀色的 告訴大家 是金屬的 好 那大家現在就認清楚啦 什麼是EB夾 什麼是毒蛇夾 那接下來的Q模具就要講 毒蛇其實是屬於我們WA系統 所以它可以使用的蛋夾 非常多人 基本上市面上來說 我敢講 沒有人蛋夾像毒蛇 能夠吃到那麼起 OK 除了他們自家自己生產 最近生產的蛋夾 EB夾 GMP夾 G5夾也是相當多人用的 GHK夾 他們可以吃 當然 GHK的舊鐵夾 毒蛇也可以吃 那大家有看到這個 POPWIN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POPWIN 有沒有看到這個字 在這裡 POPWIN 好 POPWIN是當時香港出的 售價也不便宜 長夾是2200還是2500 Q模真的忘記了 目前來說是停產的狀態 在當時也是相當轟動 它也是直接履切銷做出來的蛋夾 POPWIN蛋夾 那最後我們就不得不來講 我們的始祖蛋夾 也就是我們的WA蛋夾 WA蛋夾很大一個特色 它是最早期WA系統出來的蛋夾 而它的售價也是非常恐怖 全新造5000塊甚至會更高 不然你嚇唬 真的 靠北貴 而且都壞掉 你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裂痕 由於日本的法令 跟他們的材質關係 它真的在台灣實在不適合 它只適合吃8公斤 甚至比較弱的瓦斯 而氣候關係也造成這種蛋夾 很容易會受傷 當然摔啊 它是一定會壞掉的 最後還有一個夾 QMO沒有講到 也就是我們KIN ONCE KIN ONCE他們曾經推出M4 而他們KIN ONCE的M4蛋夾 也是取自於WA系統 而他們的夾 近乎等於WA夾 不過呢 當然在效能上呢 會些許的不同 那一個夾呢 QMO沒有買到 那在這邊跟大家補足一下 好 那QMO呢 今天最主要就是來講 毒蛇夾 跟另外的所謂的 被大家誤認 以為是毒蛇夾的EB蛋夾 跟毒蛇它到底可以吃到什麼樣的蛋夾 在這邊跟大家做個介紹 那如果呢 你還有其他QMO沒有講到的呢 或者是你還有疑問呢 也是一樣 請你在下面留言 那QMO呢 就會拍影片啊 或者是回答你 好 那QMO呢 今天就先收到這裡 謝謝